为了体恤行动不便以及高龄长者 新庄地震事务所有地震服务到您家的措施 让民众可以透过网站预约 书面 电话等多元的方式申请 也欢迎不便出门的民众多加使用 新庄地震事务所服务辖区分别为 新庄 泰山 五谷以及林口 若是不便出门的高龄长者 行动不便者 只要是在辖区内大众运输可以到的范围 都可以使用网站预约 书面 电话或是透过当地里长的方式 提出申请地震服务 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 或者是因为行动不便 生障人士他不方便出门洽工 那可以先跟我们地震事务所提出申请 跟我们约定时间之后 针对部分的项目像 办理案件需要核对身份 或者是代收案件 还是办理住职隐匿地基易东及时通 或者说需要提供地震咨询服务的话 可以先跟我们申请 那约定时间之后 我们亲自到民众的府上去办理案件 除了地震服务到宁家 地震所也有其他的便民服务 这些服务不仅限新装地震所 而是全国都可通用 例如人在外地 但是有地震需求 都可以透过当地地震所 请对方做代收 避免不便 民众有时候因为有外县市的标的 需要做买卖 赠与继承 可能在金门 马祖或高雄 台南这一些 他可能需要办案件 还要请假 回去南部或外岛一趟 很不方便 那我们有提供一个 一个跨县市代收的服务 那只要是说 跨县市代收的话 到全国任何一个地震事务所 都可以帮民众先收好 这些案件之后 再寄到另一个土地辖区所在的地震事务所 一般的买卖赠与继承 需要用代收 但是有一些比较简易的项目 其实是可以跨县市直接办理的 例如更改姓名 换状以及住址变更等 提供民众更便捷的生活 记者高新峰林家珍新庄采访报导